来到股东前朝进步的一个排面重点观察 现场问你乔道专家是资深分析师 孙怡婷 坦克好 平均好 大家好 好 坦克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目前排面当中还是在杀电子类骨 包含了像是2344的华邦店 我刚刚在广告前所提到的 康空KY 6180的橘子 2448金店等等 都在排面当中越走越弱的一个个果 搭配上了昨天股王大力光才进行破底 为什么这波的一个电子类骨走势这么的弱呢 那么当然今天大盘会跌点比较重的原因 来自在台积电 我们特别看一下 今天台积电大跌了超过两个百分点 K线形态上用长黑K棒回侧季线的支撑 但是你如果去比较台积电的ADR 其实昨天台积电ADR跌点跌幅 都没有今天台积电跌的这么的弱 你比较就知道了 怎么会今天台积电跌的这么重呢 会不会跟台积电今天要公布营收有所关联性呢 好 今天要公布12月份营收了 那么市场一般的预估是 台积电12月营收会比11月下滑 会不会低于新台币900亿元 这当然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今天是不是先反映一个营收的内空 先跌了呢 你怎么观察 对 我们看到台积电今天可以说是 拖累大盘重挫的一个指标 大盘这样跌其实跟台积电当然是有关系 但台积电为什么会跌那么凶 刚停轿讲说ADR跌幅比较少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台股通常是领先指标 然后才是ADR 所以说今天台积电跌之后 紧接来讲今天晚上的台积电的ADR 原则上补跌压力就会出现 这其实在讲台积电的过程之中 我们要先厘清 到底这是一个景气行情 还是一个资金行情 我们来看 其实我要提醒大家 因为台积电是台股权重最重要的股票 占了18% 你看今天下跌贡献点数 我们先把它打出来看 台积电今天多少 占了快多少 50点 所以50点都台积电贡献 所以你看台积电重不重要 其实蛮重要的 所以这次我们要先理解 到底是景气行情还是资金行情 我跟大家报告 这是一个资金行情 为什么 因为你看今天早上 1月10号早上5点多的新闻 北京新浪 世界银行将全球经济的增速 就经济成长率调高到多少 3.1 原本是多少 3% 大家我们看到 是把今年的全球成长往上提升 但是我们拉下来看 主要机构对于2018年 台湾经济的预测 主计总处2.29 中研院2.43 中金院2.27 台中院2.3 然后台经院2.3 元大2.2 你没有发现 都是预估什么二字头 看不到三字头的台湾经济成长率 什么意思 其实很明显 就是这个市场 台湾是落后于全球的经济成长的 所以说台湾说保二 拜托 人家都三 平均值都三 你还保二 对不对 所以你说台股基本面景气面 可能要加油 但是台股是一个潜叠市场 钱进来就会涨 所以这个前提当然是资金行情 所以我们往下看 我们先前提到 台币的动向牵动了选股的方向 台币动向 我们今天来看今天台币 呈现一个贬值的格局 贬值其实我们看K线你会发现 已经连续性的有点三天升不上去的意味 但这个区块影响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它整个月的升值趋势还是占 所以我们先前提醒大家 台币升值内需股会受惠 我们来看今天像5534的藏宏 当时提到今天怎样 创波段新高对不对 像2520的贯德 也是一样相对强势的格局 股价也是在高档震荡 相较于刚刚廷权提到的一些电子股 我们再看一次抗控 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很难过 抗控 抗控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讲 这里我们拉回来看 所以我们当时在 一样是1月9号我们跟大家提到 这个廷权应该有听到 台积电的挑战在什么 央行放手的台币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在算营收的时候 是算30.3来做预估 所以说其实当台币 升破三字投之后 台积电就会有营收 跟它的营益率毛利率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今天是不是有外资先跑 机率还蛮大的 因为等一下大家算一下时间 大概剩下不到50分钟 就要公布营收 台积电是好学生 都在10号的收盘之后 马上公布 所以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观察说 是不是有人先买 没有错 但这里的话 我跟大家说就是 台积电不只是用营收来看 为什么 刚刚讲资金行情 所以台积电关键在于说 如果台币升值 它会有汇损 但是不用担心 因为热钱会把它拱上去 台币贬值 你说我就没有汇损了 我的外销就棒了 不对 为什么 刚刚刚讲的资金行情 所以外资手上最多的就是台积电 你的汇损减少已经不是重点了 重点是什么 我要卖 我要离开资金要走 要走的时候当然先卖台积电 所以这是一个一来一回的过程 有时候景气领先 有时候资金领先 但这次很明显就是资金行情 所以台湾为什么景气会比较辛苦 因为有人说台湾缺乏民间投资 只靠台积电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占台湾GDP快要4% 因为这很有趣 它就统计 近三年上市归公司不动产 厂房设备的这些成本 台积电占了48% 非常可怕 但这里其实我们要观察的是 到底其他厂商在投资什么 我们举个例子 台积集团今天虽然拉回 可是你会发现 它都是往海外做一个布局 钢铁跟石化 所以我们往下看 今天虽然台积集团在拉回的过程 可是你会发现 台积集团在做的布局 是跟盘面上是有一个关联性的 怎么说 我们来看 台积集团它做了什么动作 就减电池加原物料 因为这是2408的南亚科 下行电不是很多吗 去年不是卖了一堆美光 EPS十几块 为什么台积电的大股东 在去年的10月份 台化要卖3万张 11月份台数化要卖3万张 台数要卖3万张在11月 大家可以观察 是不是台数集团 秀到了什么电子业不对劲 或者是大陆科技业崛起之后 对于电子业会越来越辛苦的 这样的讯号 其实我们要观察 不然南亚科赚那么多钱 十几块 今年会发鼓励 今年在卖就好了 对不对 不一定的 我们要思考 所以这里我们要观察是什么 还是要跟全球联动有关 为什么台数集团要相关的 去做钢铁厂的投资 越南钢铁厂 因为现在全球其实在东南亚 还是在基础建设的过程 大陆的话 因为人家已经不要会污染的钢铁了 对不对 污染的钢铁你们就离开减产 这个前提之下 其实大陆的钢铁供给量减少 台数集团就看到了 人家减少了钢铁刚好是我们的生意时机 所以你看钢铁这里 今天预估 全球主要钢铁量的产量预估 中国大陆都排后面 就是说今年产量增加不会增加 还甚至低于零走 就表示什么会减产 所以这里 其实在庭娟晚上的节目 1月8号五七星期我们就讲 说报价跟进的钢铁股 我们要注意 我们当时讲两党 2015的谁 冯芯我们又讲调高盘价 今天怎么样 川坡乱高 晚上有看庭娟的一定是开心的 2006的东刚也是一样 调高盘价连续涨 我们来看K线 又创新高 为什么 当时为什么跟大家提 因为下面是外资 外资在做一个买进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外资买都是有理由的 外资早要看到了 台湾就是要做什么 大陆不要的争议 所以我们拉回来看 这一次镊价开始走强 镊价 镊价开始用在不锈钢 因为全球景气复苏 不锈钢的基础建设需求会增加 另外的话 锂电池材料也会用到镊 所以你看大成钢开始领先涨 这里其实可以回来看镊 跟不锈钢相关的概念股的话 跟铜价也有关的 就是1605的华新 我们来看华新今天的股价 也是维持一个相对高档 因为我们知道 铜价涨 第一桶涨 2009第一桶涨 其实华新也跟电线电纹有关 另外的话 不锈钢的题材 镊价开始涨 准备要过高 再加上它在大陆 又有房产的收益 所以像这种 传产的领头羊 是不是在铜的部分 在不锈钢的部分 其实后续可以持续的观察下去 好 非常感谢坦克 我们带来在目前盘面当中的一个掌握跟观察 感谢坦克